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李克勒 今天我们要来拍蛋咖啡 那其实鸡蛋呢 在厨师还有甜点师的世界是非常常出现的 调酒师也是 调酒师会用蛋白的部分 来为调酒做一些绵密的泡泡 让喝来气比较有口感 而咖啡的世界 基本上鸡蛋是不会出现在咖啡的世界里面的 除了越南的蛋咖啡 我先示范说越南的蛋咖啡 其实它有一点像奶盖 首先蛋黄一颗 然后加一些炼奶 所以你可以加一些糖或者蜜糖 那如果你有怕会有一些蛋的腥味 你可以加一点点的柠檬汁 然后就开始打发 打发到膏状备用 接着我们要准备黑咖啡 你可以用热的或者是冷的 在越南他们用的是那种越南低域式的咖啡 接着把刚刚准备的蛋黄酱放在表面 就完成了 基本喝的时候是不需要搅拌的 喝起来的主要味道 你会喝到有咖啡 一些奶香 带有一些甜味 然后它上面还有一个膏状的口感 是很绵密的 那我现在要做JWC版本的蛋咖啡 今天这个咖啡比较特别 我会用番薯香料跟咖啡做结合 来做这个鸡蛋咖啡 首先我们把番薯煮熟 打烂加调味料 然后过滤番薯的纤维 我们就会拿到番薯的原汁 接下来用我们的香料粉搭配一些奶泡来备用 加入番茄原汁进去我们的杯子里面 接着我们倒入冷酷奶 然后我们要准备奶泡 然后拿奶泡倒一个大圆形出来 接着拿刚刚准备的特製的奶泡 广色的放在白色奶泡的中间 这样子我们的蛋咖啡就完成了 那我做的鸡蛋咖啡最主要的味道 它就是会有带一些番薯的甜味 然后它也带有一些咖啡蛋蛋的香味 所以你喝到黄色奶泡 就是蛋黄的部分的时候 它就会多另外一个层次感的香料的味道 好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下次再拍一些关于创意咖啡的系列给大家看看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想要聊起咖啡课程的话 可以到我们的晚上去看我们的咖啡周末班 还有专业课程 今天我们就到这里 拜拜